首先有個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要宣佈 攜懷已久的十五,每逢農曆十五,之前滿月,有個塔前段南星座雲世的reading 都割置了一段時間,因為早前很忙 但隨著香港這個局勢,事實很動蕩,人心很不穩,我希望可以多些機會和大家多些禮物之手指迷津,安撫人心 所以十五,滿月的reading 會重新resume 還有就是上年一直說的塔羅二尖,接下來會做的 敬請大家Facebook IG 密切留意 多多支持,希望幫到大家,尤其是在香港現在經濟這麼低迷的環境 我希望可以做到我們佛家叫一種無謂布施 好了,言歸正傳,現在說金牛座的農曆三月,伴隨著白人座新月的雲世 好了,其實一直很懶,比較懶,為什麼呢? 因為金星在金牛座入廟的,很舒服,走得非常之舒服 尤其是,尤其是來到二十度,就三分了,首先是三分了摩蠣的木銘盒 因為木星去摩蠣,其實是弱度不堪的 他還要被銘黃星攬炒 他就會把木星的那種不良因素發到很大 是說什麼呢?懶,貪玩,不做事,到處追求女生 因為木星其實是代表萬神之神,咒詩 咒詩有幾封流,大家都聽過,希臘神話 所以就是這種悶世不公的態度 何況加上這個新月,大家看看 是發生在白羊座,在你們的十二公 所以其實他都是說一些懶,休息,睡覺,這些意象 我覺得如果要對應是香港的話 因為現在大家經常都work from home 沒有什麼事都不是很愛出的 這種很窄,很桌,這種很容易累的能量 尤其是會影響金牛座 當然會影響全香港人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星圖 尤其是會影響金牛座 你們的動力是非常小的 好了,不過呢,要恭喜大家 其實是有解救的 為什麼呢? 火星得勢在摩蝦 火星現在在25度 然後呢,金星你們自己的公主星在20度 我經常都說,專業的殲星師 不只是看這個星圖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有兩對眼睛 我都有兩對眼睛 我戴眼鏡 但是我有正常的兩隻眼睛 你又有一對眼睛 大家看的都是這個圖 那有什麼東西是differentiate from我 就是differentiate我 from你呢? 我為什麼是一個專業的殲星師? 為什麼會專業過你呢? 不好意思,有點差差 但是呢,專業的就是說 我們要看到這個星圖以外的東西 因為我是古典殲星出家的 有些現代心理的殲星不知道的了 就是說呢,critical degrees 好了,火星再移1度 很快就會去到26度 然後呢,金星再移1度 好,critical degrees 一到那一頓的時候 就會click的了 好,click些什麼呢? 就是金牛座的朋友們 要恭喜你們 放心,你們不會再懶下去的 你們終於會肯 去做多些事情 好,肯去做多些事情 還有,可能有些 之前有些東西 你們一直在拖 不是很想去做 就是有這些procrastination 在那裡 但是呢,隨著這個 金火三分 這個土象星座很漂亮的三分 其實火魔傑和金金牛 各自都是約星和入廟的 是一個很漂亮的能量 對你們金牛座來說 你們終於可以一勢退氣 有些什麼事情 是真的坐然起行去做 所以這個農曆三月 這個農曆三月 前期的話 你們還是會繼續懶一點點 但是很快你們就會起來去做 就在這裡祝你們 越做越起勁啦